大家好 我是檀蘭圍光眼鏡的長工 相信有戴眼鏡的朋友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鏡腳 常常會鬆掉 鬆掉就會變成怎樣 就這樣一打開這裡就下去了 就是這個螺絲鬆掉 當然這個現象只會出現在 就是這個腳臉部分是鎖螺絲的鏡架 如果說一些薄缸那些的 就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現象 當然保鋼帶久還是會有鬆動的這些都有可能 那今天我們要來討論的話題就是什麼 你會發現我們這個眼鏡這樣子 這個鏡腳開合的部分有沒有 通常會有一邊比較容易鬆 甚至還有常常有客人說已經鬆到最後 也不知道突然間螺絲已經掉了 然後趕快跑來眼鏡行求救 所以這東西可以讓大家稍微 平常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通常有一邊會比較容易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鏡腳一個開合 是這個樣子 所以左右兩邊開合的角度會正好相反 那螺絲我們是這樣從 譬如說從上面這樣子鎖進去 通常螺絲鎖進去的方向是什麼呢 是順時鐘 鬆開的話是逆時鐘 那兩邊的方向是一樣 可是鏡腳的開合兩邊方向正好相反 所以會有一邊的鏡腳 你開合久了正好就是把螺絲變得比較鬆 這邊大家可以聽得懂嗎 所以 所以 常常會有一邊 那你就有人問我說 常光那到底是哪一邊 這個就不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鏡腳 這個螺絲是從上面鎖下去 有些是從下面鎖上去 那就會不一樣 所以不一定會有哪一邊 所以你可以檢視一下自己的眼鏡 但是 通常都會有一邊 比較容易鬆動 那這個 我常光就會建議 稍微如果說真的 很鬆的時候 可能到眼鏡行去買個那種小螺絲 其實應該大部分眼鏡行都會有 可以自己稍微鎖一下 避免說真的整個脫落 因為那個螺絲很小 通常脫落之後呢 那個零件就很難找到 那就只能趕快去找 眼鏡行求救了 那如果說你的零件 又比較特殊一點 一些比較 結構特殊的競架 可能還沒有辦法馬上好 那沒有眼鏡帶 可能就真的很麻煩 因為有很多人是沒有備用眼鏡的 對不對 所以這方面 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 有關於近角鬆脫 這個東西 不要去忽略它 因為如果說真的螺絲掉了 整個近角脫開了 真的很麻煩 所以 這個希望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是一個小問題 或者其實大部分 我相信 你們如果有經過自己配眼鏡的眼鏡行 要進去眼鏡給它清洗的時候 通常也都會幫你把所有螺絲的部分 再稍微再尋過一次 稍微鎖緊 這都是基本的 那有時候自己在家裡面 如果說家裡有小的螺絲起子 對這方面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說有一邊的近角 鬆脫了 最好趕快先把它稍微鎖一下 固定一下 避免以後造成更大的麻煩 謝謝各位